明天 8 月 14 號是一年一度的國際慰安婦紀念日 雖然慰安婦這個詞 很多人應該都有從歷史的課本上看過 但你知道嗎? 慰安婦議題被廣為人之後 其實只有不到 30 年的時間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慰安婦吧! 說到慰安婦,你會想到什麼呢? 有些人可能會因此對日本這個國家激起很深的憤怒 有人可能覺得這個議題已經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了 另外,也有一些人還在非常努力的 貧富那段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傷口 而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帶大家一起來重新了解慰安婦的故事 慰安婦其實是日本人自己提出的名詞 在他們的詞典廣慈願裡面 慰安婦的定義是隨軍到戰地部隊慰問官兵的女人 現在,有很多研究者認為 這其實就是一種性奴隸的制度 根據當時日本軍方的說法 會出現這種制度主要是害怕軍人受不了寂寞 老是跑去性侵民女,然後因此感染性病 衝擊到軍力 此外,日本軍方也認為 比起外面的民女,被管制嚴格的慰安婦 不會趁著雙方發生性關係的時候刺探軍情 總之,當時日本軍方覺得這個制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所以在很多地方都設立了慰安婦 那當時被徵召去慰安婦的民間婦女 不只有日本人而已 還有很多是來自於台灣、朝鮮、東南亞等等殖民地 或是佔領地的婦女 但各國慰安婦受害者成為慰安婦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而今天講的主要會是台灣的狀況 根據目前的研究來看 台灣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因為職業詐欺 或者是人口販賣而被抓走的 在台灣的案例中,慰安婦大部分都是被騙去的 很多人原本以為自己是要去戰場當看護工 比如說幫受傷的軍人、擦藥或綁繃帶 做一些簡單的飲料工作 像是當時才18歲的蓮華阿嬤 原本是在台灣的一間工廠工作 有一天,工廠卻突然來了一位日本人,跟老闆說 菲律賓的前線很缺看護助手 希望可以招募他們工廠的女工 到前線去為戰地的軍人奉獻一點心力 當時的蓮華阿嬤還沒有滿20歲 並不能自己做主 但這位日本人卻一再去她家 半怂憂、半脅迫地要求她養父 讓蓮華阿嬤去前線工作 最後蓮華阿嬤就這樣被決定要到菲律賓的宿務工作了 到了當地後,蓮華阿嬤才知道自己的工作 並不是看護婦,而是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 但這個時候早就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了 根據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資訊 台灣當時至少有超過千位的女性 被抓去當慰安婦 有一些像蓮華阿嬤這樣一樣被騙去的 有一些人是被賣掉 還有一些人是原本就在風月場所工作 但後來被抽籤抽到,而被迫到軍中成為慰安婦 根據口述訪談來看 當時的慰安婦每天可能要工作超過12個小時 每天接客10幾人 而中間只有短暫的午餐時間可以休息 雖然慰安所有規定來的士兵要戴套 但很多士兵卻沒有遵守這個規定 有很多女孩因此懷孕甚至多次墮胎 導致日後無法再度懷孕 但就算這樣子,他們還是得要繼續工作 每個月也只有公休的那天 或者是月經來朝的時候可以休息 那有時候還有一些日本兵會對他們叫罵 甚至是揮舞自己的配包來恐嚇他們 而另外,為了防止傳染性病給日本的官兵 他們每週都要到醫院做檢查 而生病的話,一定要住院治療 但所有的醫療開支都得要從自己的薪水裡面扣 像是蓮花阿嬤,當時省吃前用工作的兩年 留在身邊的也只有24000日幣 但更殘酷的是,這些錢在日本戰敗之後 根本沒有辦法兌換成台幣 而日本政府也不願意協助處理 那雖然日本戰敗之後 這些身為慰安婦的生活,也跟著告一段落 而各地還倖存的慰安婦們 也紛紛想辦法回到台灣 但那些悲慘的記憶 並沒有辦法跟著遠離他們的神身 在1991年之前,二戰期間 好像有人被日本軍隊捉去從事性服務 只是隱隱約約被人聽過的一件事情 但詳細的情況是怎樣,幾乎都沒有人知道 雖然在每一位慰安婦心中 那都是一道不可能消失的傷痕 可是在那個民風保守的年代 要是被別人知道自己曾當過慰安婦 很有可能會被別人說閒話 因此有些人選擇一輩子單身 也有些人就算結婚也絕口不提這些往事 只能把痛苦的傷口埋藏在心底的最深處 1991年8月14號 韓國的金學舜女士決定劇名 在報紙上講出自己曾當過慰安婦的經歷 這是首度有人現身說法 揭露日軍在二戰期間的性暴力犯罪 而金女士的勇氣也鼓舞了其他慰安婦的出面 儘管當時那些慰安婦們大多都已經60幾歲了 但他們還是非常勇敢的 一起在東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訴訟 他們挺身而出的指控 也確實對日本造成了壓力 經過調查之後 1993年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河野陽平 終於從不出承認 在二戰期間 日本的殖民地確實有實施慰安婦這個制度 同時他也承認 當年承辦慰安婦業務的業者 確實有用違反本人意志的手段來招募慰安婦 而河野陽平公開宣誓 日本不會迴避這個歷史事實 也不會重蹈覆轍 而這段發言就被人稱之為是《河野談話》 雖然河野談話看起來像是日本官方的首度表態 但他在日本還有韓國其實都引發了一些爭議 韓國方面是認為 河野的說法等於是把強迫名語成為慰安婦的責任 都推給了當年的業者 根本就沒有要負責的誠意 而日本這邊也有許多民族主義立場強烈的議員覺得 河野陽平是被那些韓國的人賄賂了才說出這些話 他們甚至懷疑有慰安婦經歷的真實性 因此還要求要是對河野陽平採信的調查報告進行再調查 而日本政府在後續的處理過程中 也不願意承認慰安婦制度是一種暫時性暴力的制度 而且日本也認為 自己對於二戰時期所該負的所有責任 早在大戰結束時 跟各國簽訂戰爭賠款協議的時候 就一次處理完了 所以關於慰安婦的部分 日本只願意設立半官方的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 來對他們所認定的慰安婦發慰文青 而且那個條款還規定 慰安婦一旦接受了賠償 就得要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 而這樣的賠償的方式 也遭到了各國的抵制與不滿 所以最後這個基金會 總共只賠償了345名的慰安婦 並在2007年解散 那從那之後 世界各國就紛紛在自己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 通過決議案來譴責日本 只不過到目前為止 日本還是沒有正式的以國家的身份 來向慰安婦道歉及賠償 台灣的慰安婦也跟世界各國的慰安婦一樣 到現在都還沒有等到應有的道歉跟賠償 但這除了日本的不負責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原因 而這個原因 也跟我們複雜的國際地位也有關 二戰後的台灣 其實升遷了中華民國跟台灣的這兩種身份 中華民國是戰勝國 但台灣卻是在二戰時期 被日本強制動員的殖民地 根據中日合約的內容 對戰勝國的賠償 以及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各種侵害問題 應該要分開來處理 在大戰結束之後 日本曾經三度發行給中華民國政府 說要來處理殖民地的問題 但這個國與國之間的討論 並沒有真的被開啟 1972年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 我們也就這樣子陰錯陽差的 失去了可以跟日本談判賠償的國際地位 而換句話說 日本對台灣這個殖民地的賠償問題 到現在都還沒有處理 而隨著時間不斷的前進 許多慰安婦阿嬤也開始逐漸凋零 我們越來越難透過當事的聲音 來讓大眾注意到慰安婦的議題 再加上我們的國際地位是非常尷尬的 用國家的力量來推動慰安婦的討論 還會牽涉到非常複雜的外交問題 所以限個階段來說 民間的行動反而是最重要的力量 台灣對慰安婦議題 致力最深的就是婦女救援基金會 他們一直都有在進行陪伴計劃 從慰安婦的存在被揭露之後 婦園會也有設立專線來尋找倖存者 也在1999年組成律師團陪9位阿嬤 向日本提出訴訟要求賠償 但一直到2005年 三省都還是以敗訴定言 不過許多阿嬤在把事情講出來之後 開始有辦法慢慢地處理自己心中的傷口 因此婦園會也有舉辦身心工作坊 還有圓夢計畫 來協助阿嬤們處理傷痛、完成夢想 像是秀妹阿嬤就曾經說 自己做過慰安婦是找不到好人家的 能找到人到底就已經很好了 哪敢想婚禮 沒有想到在婦園會安排阿嬤們 一起穿婚紗圓夢之後 年紀最大的秀妹阿嬤 還是因此開心地睡不著覺 而在學術的層面 婦園會也很努力向慰安婦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談 過去台灣的學界對於慰安婦的研究 其實是非常缺乏的 主要就是因為資料不足 因此婦園會這項行動 就能夠促使相關的研究開始發展 而這除了有利於這段歷史的保存之外 對於向日本求償這件事情來說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而另外一個議題要能夠有重量 讓大眾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2016年婦園會設立了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來保存慰安婦的歷史 以及向大眾推廣慰安婦與人權的議題 但他們因為連年虧損 再加上疫情的衝擊與租業的盜期關係 最近宣布將會在今年的11月10日之後停止營業 我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最後的一點點時間 到阿嬤家去了解一下阿嬤們的故事 那心有餘力的話也可以捐款給婦園會 協助阿嬤家找到新家 讓博物館能夠重新開張 那捐款的資訊我們也會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就算到了今天要在台灣提未安婦的議題 其實還是有點敏感 主要是因為台灣複雜的歷史背景 讓我們的社會同時存在著 仇日、親中以及仇中、親日這兩派的立場 而透過不同的觀點就可能導致 這兩群人在看待未安婦議題的時候 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像是有沒有未安婦其實是自願的這個問題 就常常是他們爭論的焦點 有些人認為未安婦一定全部都是被強迫的 而另外一邊則是覺得 對於本來就在風月場所工作的女性來說 去當未安婦應該稱不上是強迫 那我們是覺得 其實強迫與否並不是這個議題的重點 因為強迫可能很隱性 因為很窮所以要去風月場所上班 這可能就是一種強迫 因為皇民化的政策讓人自願去前線殺敵 這可能也是一種強迫 而75年後的現在我們覺得 不管這些阿嬤們當年知不知道 自己是要被派去從事性服務的 日本、未安婦制度對於人權的各種傷害 都不會就此被磨命 就算是未安婦是自願的 他也不應該要被限制人身自由 被可扣薪水、被強迫懷孕、被強迫墮胎 另外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只有當年被強迫的人說出來的經歷才是真的 但我們認為這種社會期待 可能會讓某些未安婦因為害怕被指責 而不敢說出自己的經歷 導致我們難以還原當時的實際狀況 目前受害者逐漸凋零 以及外交和國際地位這兩大因素 是台灣處理未安婦議題最大的障礙 在外交的部分,我們一般民眾可能很難處理 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談論與理解 讓更多人記得重視這個還沒被撫慰的歷史傷痕 最後,想問問大家 是下列哪些戰爭時期的性暴力問題 是你本來就知道的呢? A. 伊斯蘭國在戰時性奴役雅兹底族的女性 比二戰後美軍在各地駐軍帶來的美軍未安婦問題 C. 越戰期間,韓國招募越南的婦女成為未安婦 D. 盧安達大毒殺中,糊塗族性侵超過20萬名突襲族的女性 以其他,如果你有什麼意見或想法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阿嬤的故事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台灣工廠的故事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